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武林正义之间 萧白到底会选择哪一边 我还真是想念妹妹最初总想轻薄我的时候 我不放 除非哥哥给我轻薄我的病就会好的 我可不记得 当妹妹总是好得多呀 不愿意想起的事情 不愿意理解的情感 都可以假装不知道 不记得 哥哥就不行 总得帮你想着记着 这长生国本来就是我们捏造出来的 为的就是想当着众人的面把它给销毁掉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不愿意想起的 你不想起来的 你不想起来的 所以如果以为哥哥知道的 那哥哥就假装知道 你没有一句真心话 到处都是长生国 人人都在追逐着长生国 是不是除了凤鸣山庄的圈套之外 还有你的圈套 你到底是来保护我的 还是来看长生国热闹的 还是想要来看 还会有多少人 再次因为长生国而厮杀 看看哥哥的圈套 还能套出多少傻瓜 小春花现在不信哥哥 所以哥哥不管是承认还是否认 都是错 那你就说一句真的 小春花又钻牛角尖了 其实天底下会有这些热闹 不过是人心贪欲使然 但是哥哥想保护你的心 确实真的 那妇娄想要保护尤司的一颗心 难道也是贪念吗 不过是人心贪念 或者说 哥哥就没有贪念了 小春花变了 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的小春花每天只想着 如何轻薄削白 轻薄哥哥 哪怕轻薄 你都是热情善良的像个傻瓜 现在怎么什么都不敢信任 我明明 是热情似火地来到这个世界 想要寻得一份真爱 我不管不顾地 奔着目标一路狂奔 终于完成了任务之后 我的心 不知道怎么却亮了 看来小春花也发现 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样也挺好的 单纯的小春花也好 有心思的小春花也好 都可爱 哥哥都喜欢 明天应该就要水落石出了 妹妹可要睁大眼睛看好 迁律转事 春花 你 心情好一点了吗 我们走走吧 当初 我明明有杀医生的嫌疑 你为什么还是带我回了风鸣山庄 从小父亲对我的教诲时 凤鸣山庄要以天下武林为己任 要成奸除恶 扶持弱孝 春花姑娘又不会武功 不会杀了一生的 我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叫你相公 死皮赖脸地跟你回了凤鸣山庄 你也没有赶我走 嫌弃我 春花姑娘与我见过的女子有所不同 虽然举止莫名 但心思单纯 纯洁可爱 热情 小白很喜欢 而且 你还是花小蕾 是我未过门的棋子 我会尾声之术 来路不明 还老爱惹事 你也一直袒护我 包容我 当时 我真的以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爱情 春花 我会一直包容你 保护你的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所求非所得 所得非所求 小白 小白 妇楼这么相信你 明天你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父亲 父亲对我的教会是 要以天下武林为己任 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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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怀疑心怀天下之人 也必得有平定四海的能力 不然只是空谈 春花说 心里若是连个女子都装不下 一切都没有变 你还是我最真爱的春花 这是个多明显的圈套啊 也只有妇楼 殡疾乱同意才会当真 但她还是相信你 成全你 所以小白 你明天一定要护得他们的安全 我想听你一句真心的承诺 且不说他们二人是魔教中人 如果能换来江湖的平静 他二人也算死得其所 那如果 如果不是长生国 也不是游司 要牺牲我去换来你所谓的平静 你会怎么选 你会怎么选 我不会让这种入国发生的 你总是这么长住在选 他怎么会 他真的会来吗 我也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萧盟主 傅谷主果然如约而至 大丈夫言出如山 萧某亦当如是 萧盟主 慢着 少盟主 傅谷主的罪己书写得最为恳切 根据大会的规定 长生果应该归傅谷主所有 傅龙 你休想这样一走了之 住手 我凤鸣山庄 应该遵守与傅楼之约 休想拿走长生果 对 休想拿走长生果 长生果留下 长生果留下 诸位请放心 傅楼亲口承诺 事后 他当以死谢罪 多谢春花姑娘陪我等父亲 多谢春花姑娘陪我等父亲 傅夫人 傅夫人 你是上官洞主 这样的风采应当是上官秋月了 你跟春花姑娘好好聊聊吧 我还要去看看 父亲怎么还没回来 你来干什么 哥哥知道你情急 所以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你是着急来看热闹的吧 有热闹看当然好 不过能把你带回千月洞 那就更好了 我是真的讨厌你们这些 凶有成竹的样子 看来萧白又惹你不高兴了 萧白成竹在凶 是要行侠仗义 我即使有万般的不开心 也要自己忍着 那你呢 我 我能保证不让你受委屈 所以你到底来干什么 小春花放心 我绝对不插手 为了保证萧白看见我不会乱了分寸 我只在远处看着 不过小春花 别忘了你我的赌约 夫君 夫君 瑟瑟 来 瑟瑟快坐 你回来了 你看 我拿到了什么 长生果 你是去了长生果大会吗 她们有没有难为你啊 她们愿意 以长生果救你一面 我就知道春花姑娘和萧盟主 都是好人 你以前总说 天天待在古林闷得很 等治好了你身上的毒 不 我们就去看见天下眉睫 再把大江南北的美食都学会了 做给你吃 好吗 我随便说说的 夫君都还记得 你说过的话 我都记得 瑟瑟 等我跟他们协商完所有的事情 我就回来陪你 一直在来 疯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上面为什么没有我爹的名字 我没有什么罪己之心 但也不屑于说谎 你漏掉了 封前卫 我没有杀他 你撒谎 倒是你 恐怕你还不知道 正是你这位好父亲 亲手杀了一生吧 怎么可能 他潜入八仙居 寻找长生果不成 担心事情会暴露 于是对一圣就下了狠手 很不巧 正好被我撞了个正着 我不信 本谷主 从不屑于你信不信 至于那个杀封千尉的人 我倒也知道 伏龙 你还敢在这儿大言不惭 就算你没有杀奉千尉 可这纸上如此多的冤魂 你对得住哪个 有人能证明我没有撒谎 这次 我可以按照你说的去做 不过你要答应我 不要随意伤人 我答应你 不可 不要轻举妄动 以免伤了春花姑娘 说 封千尉 是不是曾经骗他女儿 绑架了你送来给我 伏龙一生杀人如麻 既然诚心求得长生国 护得思思周全 必然不会撒半句谎 露半个人 也就几个时辰 待我夫人服下长生国 封明山庄 答应给他周全之后 我自然会以死谢罪 是 朱花姑娘 我有一事想求 所谓大丈夫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只求你能 替我保护好死死 带她离开 好 我答应你 这是传奇谷谷主之令 你交给上官邱月 或是交给 交给小白 我只能保护好死死 只要能保护好死死 可你不是也答应过 游司夫人 会一直保护她的吗 父老求你 好好拜着我夫人 罪己书这样轰动江湖的大事件 好 overc ogni死生 请我签跃洞观礼 上官邱月 少母主 大礼当前 小心黄雀在后 傅楼已坦诚罪行 换取长生国 势在回头向善 希望上官洞主 观礼 也不要坏了规矩 萧少盟主 失敬失敬 凤鸣山庄维护正义 我上官邱月也非常佩服 傅谷主坦坦荡荡 差点以为你也是 凤鸣山庄的一员 当然 傅谷主杀人也坦荡 所以就不应该有 那些枉死的冤魂 棱掌门您说呢 这罪己书上的名单 在下也非常好奇 那你说 是谁杀了我爹 凤姑娘好神采啊 谁杀了你爹 在这群人当中 肯定不是我 话说你们也太心急了吧 说是月圆之夜 现在太阳正好 我就不陪你们玩了 待月圆之时 我再来关这场大礼 傅谷主 你可以告诉我 是谁杀了我爹吗 凤姑娘 你与这杀人魔头 还有什么好问 妇龙 你作恶多端 我手下有诸多弟子死于你手 拿命来 上 之前有人求我不要伤人 但要是你们存心送死 请不及 快点回来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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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春花姑娘 我听到了夫君的声音 他们 他们只是在交涉 等到月圆的时候 我知道的 不是交涉 是在杀戮 传华姑娘 春花姑娘 我想去陪着她 女人 小兽 小兽 大兽 熊 小兽 冯 混 大兽 啊